返产一姐说,返产一姐的大咖干货不容错过,今天听倩姐给你说新加坡返产的实战攻略第三篇,新加坡整体房价是怎么样的呢?答案马上告诉你。 其实我最近有个朋友从北京过来,然后向我这边了解了新加坡的返产之后觉得非常的惊讶。 那我也想请大家猜一猜,新加坡房价和香港的房价对比是什么样的呢?是差不多,还是少很多,还是贵一些呢? 据说新加坡是最贵的城市,但是以我一个生活了十多年的一个相当于半个本地人的人来说呢,新加坡其实只有一个东西贵,就是车贵,其他的都不贵。 那和香港房价的对比来说的话呢,我们的豪宅大概是香港房价的五分之一。 也就是说香港最贵的房子大概是一百万港币,一平米这样来算就是两万新币一方尺来算的话呢,新加坡的最顶级的豪宅现在是大差不多四千新币一方尺,也就是说是香港的豪宅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一个价钱。 然后实际上如果说是普通平常的人住的房子呢,大概只是香港房价的一半而已。 刚才我也提到新加坡的房价非常的没有泡沫,这样大概的总价是多少呢? 一般百分之七十的房子的房价呢,都是维持在人民币大概五百万到一千两百万左右的这个区间。 然后豪宅的价格的话大概是两千万人民币起。 最后再强调一下新加坡的整体房价呢,普通的房子是在五百万到一千两百万,豪宅大概是两千万起。 更多信息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这些平台找到我们更详细的信息。 还想听更多吗?少我的微信二维码吧。 这里还有很多小伙伴等着和你一起交流哟。 房产一姐说你不能错过的大咖实战攻略。 让我们下期再见。